最近我一直关注台湾的疫情问题 我是越看越来气 前阵子5月20号 是民进党蔡英文上台五周年的日子 民进党处心积虑多年的大内宣大外宣 到了今年一切全部都破功了 所有的谎言都无法再编下去了 现在的台湾是缺水缺电缺防疫物资缺疫苗 最关键还尼玛缺了大得呀 从去年到今年初 陈时中可谓是出尽了风头 那裤衩脸是你在哪都能看得见的 个人炒作外加网军的衬托 陈时中的民调支持率一度超过蔡英文 在世界各国都在准备疫苗的时候 陈时中参加各种活动 去演唱会上唱歌 上杂志拍封面 整个岛内到处洗脑老百姓 台北的街头就会看到这些绿营的宣传标语 看见了吗 防疫世界级台湾真幸福 到了今天打不打脸 而陈时中骗别人的时候 把自己也给骗了 网军造神 他真以为自己是神了 他自己就亲口说过 世界后应该向台湾学习后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陈时中还说 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后 世界到看我们后 最近一个月台湾的疫情是彻底失控 惊恐万分的台湾人 这才发现 民进党政府这一年半 狗屁事没干 喊了一年多的超前部署 结果是要啥啥没有 那可真是赖哈们跳进凯水里 死路一条啊 当疫情开始失控 台湾进驻三级警戒的时候 台湾的大内宣开始动用所有的力量 看好了世界 台湾人只示范一次 两周内解除三级 结果啊 墨尔本就在昨天第四度宣布封城 在声明里直接就说 我们绝对不能变成台湾那呀 真的是太打台湾人的脸了 按照陈时中的说话 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呢 从诺福特酒店爆发到今天 这才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 民进党一切的宣传全部都被戳破了 防疫物资不够 检测试剂盒不够 没有疫苗 医院现在人满为患 台大医院已经明确说了 不能再收治病人了 现在就连医院的走廊 都塞满了病人 儿科的ICU都被改成成人使用了 但是依然不够 从蔡英文到苏朴昌 再到陈时中 说了无数次超前部署 结果谎言被戳破之后 台湾人惊奇的发现 只要他们一说超前部署 就说明他们根本就什么都没做 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 就他妈是变 那嘴跟他妈屁眼似的 说放屁就放屁 咱们就来说说疫苗这个事 国台办已经连续三次说 愿意提供疫苗 直接喊话 WHO认可的疫苗 你要还是不要 国台办的态度非常的明确 台湾应该以救人为第一药物 但是台湾当局可没把台湾人的命当一回事 台湾拿到两批AZ疫苗 都是人家不要的东西 而且还是临近保质期的 台湾一直想买辉瑞疫苗 但是就想直接绕过大中华地区的总代理 复兴医药 而且最早和复兴医药接洽的时候 三家台湾的医药公司 背后三股政治势力 互相打的是不可开交 都想挣这笔钱 后来因为民进党当局在辉瑞疫苗这事 太侮辱台湾人的智商了 明显违背商业规则 却直接扣帽子 说中国政府阻挠 人家德国BNT卖给你疫苗 是要付代理商委约金的知道吗 这笔钱你台湾给吗 最后因为老底都被揭开了 这条线就编不下去了 之后更有意思了 全世界都只有一种辉瑞疫苗 但是在台湾这就变成了两种 事实的起因是南投县长表示 要拿出2500万从上海复兴购买30万剂疫苗 南投本身不富裕 但是县长做的没错 他说宁愿举债也要救人 这才叫有担当 结果他的表态被所有的民进党围攻 然后为了恐吓台湾人 这些绿营就编出了一个谣言 南投要采购的BNT疫苗是劣等品 谣言就这么出来了 绿营猛吹B1B2的差别 他们拿出的理由是 辉瑞疫苗在中国叫复辟钛 绿营都在说这是中国制造的 是劣等品 这里咱们给傻子们科普一下 所有的药物都两个名字 一个是商品名 一个是药品名 咱们举个例子 强生的退烧药 英文名字是他们的商品名 而他的药品名是分麻眉闷混悬液 而辉瑞疫苗的商品名是复辟钛 药品名是下面这一大长串 民进党用这种侮辱智商的说辞来造谣 你如果搜B1B2只能搜到台湾的新闻 之后所有的绿脑怪事倾巢而出 蔡英文亲自下场直接造谣说因为中国介入 无法签约买到BNT疫苗 结果蔡英文的脸书直接翻车了 几个小时之内被灌了两万多条留言 有网友指出 美国对台军售大陆都阻止不了 更何况是救人治病的疫苗了 台当局只想让台湾生灵涂炭 而更有网友直指蔡英文不按国际商业规则办事 而民进党这边的目的就是想直接把BNT疫苗给彻底的污名化 目的是为了降低买不到疫苗的民意压力 去年蔡英文天天吹牛逼 防疫台湾队 抗疫台湾队 疫苗台湾队 总之啥出事 就是什么什么台湾队 然后再加上一句超前部署 便下话都不动脑子 直接你妈帐口就来 前阵子蔡英文一直在吹旁 台湾自己造疫苗 疫苗台湾对 这玩意儿连二期临床都没做完 谁敢打 更关键的是 打完疫苗 没有一个国家跟地区承认你的疫苗 有什么用 之前缺疫苗 民进党突然开始吹 中药清冠一号 当时大吹特吹 还说海外卖的特别好 但是当时有句话 我就看到了 卫福部长的中医药司表示 今年4月因应立委的期待 紧急申请授权 看见了吗 民进党内部趁乱发财 真的是够直白的 最早采购辉瑞疫苗 三家医药公司打的是不可开交 就做了个山寨的莲花清温 背后还有民进党的立委跟着发财 现在台湾每天对疫情发布分成两个部分 上午专门用来恐吓老百姓 拿好多索贝的谣言出来批 然后下午两点 陈时中上台开始云山雾绕 胡说八道 我看陈时中在台上 我将冲上揍他几拳 说话速度又慢 还加一大堆屁丫尿 三个字一个后 说话是七扭八扰 从来不直接面对问题 然后还得不断的恐吓 直到你说了跟他不一样的 马上提出三百万罚款警告 咱们来感受一下 那目前来讲 我们在三级这样的一个 它的一个强度 当然没有四级那么强 那但是三级配合里面 目前所观察到的 大概执行的度还不错 所以唯一说 整个人民广泛的配合 所以这是值得再来观察 听不懂是吧 是不是说了一大堆乱七八糟 不直接回答问题 你跟不上就对了吗 世界怎么能跟得上台湾呢 而现在台湾的社区感染 非常严重了已经 因为台湾当局一直在隐瞒疫情 根本就不愿意做普筛 目的就是为了隐瞒疫情 咱们来听听 一位住在新北市台湾人是怎么说的 我们现在这里有疫情好严重 我在这个 我生活的这个地方是危险区 现在台湾政府已经失控了 就是很多人 他已经生病了 可是他去检查都是阴性 像我好认识的好几个人 他都已经发烧很久了 一个星期了 可是去检查就是阴性 他们都在外面爬爬走 我们就不敢出去啊 台湾现在就是绿色恐怖 你不能在任何的场合 说你身边看到的情况 只要你说的跟陈时中不一样 就得罚你三百万 民进党的人可以造谣 但是啊 你不能说身边真实的情况 台湾拿不到疫苗 完全就是因为民进党造谣 撒谎成性 之后啊 要用一堆的谎言 去掩盖前面的谎言 现在台湾疫情如此严重 民进党私底下的小算法 打的那是特别的精明 民进党的个人利益 远远凌驾于台湾人的性命 地方想救人 自己采购也不让 后来因为民怨太大了 嘴上说开放采购 但是给你设了一堆的门槛 八大申请条件 保证有一款可以卡死你 不愿意跟父亲购买疫苗 就开始搞污名化 国台办送疫苗不要 国台明说送疫苗也不要 日本那边说愿意把自己不用的二手AZ疫苗给台湾 蔡英文直接在脸书上用日文表示感谢 跪地上卡卡就在这磕头啊 臭尼马不要脸的 蔡英文这个尼马老别犊子歪 你他妈是日本鬼子的种是吧 昨天啊台湾终于拿到了15万的莫德纳的疫苗 好家伙给陈世仲没的呀 你妈赠根都开了 当时啊房东跟房客马上发同样的内容到脸说 好家伙 这俩人当时步调这么一致 是不是正他妈人与人的连接呢 绿营的周易寇直接开始发疯 说摩德纳来了 打脸一堆人 多他妈不要脸啊 之前金门县长说自己弄个快筛 周易寇大骂要把金门县长给抓起来 看见了吗台湾朋友们 谁让你们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啊 就是民进党这帮狗日的 这15万的疫苗后面分配肯定会更乱 肯定有好戏看 之前发AZ疫苗的时候 就是绿营地区的疫苗多 蓝营的地区疫苗少 本来简简单单一个治病救人的事 到了台湾就被搞得这么复杂 陈时中这个狗日的天天就知道作修 对于国台办愿意提供疫苗 他直接说中国没再打的后 我们有点兴趣后 中国在用的我们不敢用后 吃他妈人话吗 我操 你们再看看现在台湾的1450 全部都是统一口径 其实他们就把自己给逼到死胡同去了 中国大陆生产的疫苗被抹黑了 BNT辉瑞疫苗也被抹黑了 现在只剩下美国和日本都不想用的AZ疫苗 还有美国生产的摩德纳疫苗了 这拿到15万就吹上天了 就这点量连前线医护人员都不够用的 你后面还有吗 然后就开始骗台湾老百姓等着7月份打台湾自己生产的疫苗 你们是为了好挣钱是吧 还有点你妈笔连吗 蔡英文不止一次说要等台湾疫苗 目的就是想留出市场空间给台湾的疫苗 让参与投资的绿营大人物从中牟利 台湾疫苗大厂国光直接被排挤 两家生产单位 一个叫高端 一个叫联亚 他们的疫苗只是刚刚进入二期临床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苏朴昌持有大量该公司的股票 之前苏朴昌被质疑炒股指挥中心直接说三百万警告 说这是造谣 咱们就来看看台湾现在的处境 就能知道所有的绿营名嘴网军 他们个人可以从民进党那里拿到好处 所以他们的利益和立场自然就站在所有台湾老百姓的对立面了 现在因为疫情台湾死人越来越多 他们完全不关心 这就是彻彻底底的反人类 民进党自己造谣却不让别人说话 王定宇对疫苗造谣多少次了 而民进党会罚他三百万吗 根本就不会 这就是彻彻底底的绿色恐怖 马的越说你马越来火 最后一句话送给所有民进党 善恶终有报 天道好轮回 不信抬头看 苍天饶过谁 解放台湾岛 活着蔡英文 武统台湾 刻不容缓 干就完了 也센嘎 张 璐